各位賓民大家好 這裡有兩隻錶 SACO 手錶 左邊這隻是潛水錶 有單向旋轉外圈 右邊這隻也有外圈 就不是單向旋轉外圈 因為右邊這隻是綠龜 還是金色綠龜 為何這兩隻錶好像似人相識 是不是類似介紹過呢 也不奇怪 不過這次因為有一個地方做了特別優惠 所以也讓大家看看 這隻是Paddy的King Turtle 版本 45mm 標競 Paddy 是潛水教練的組織 他也會跟SACO 推出特別的聯繫版 這隻也不例外 有單向旋轉外圈 也轉了給大家看 錶面也有很特別的驚偽圖案 沒有做透底 用的機身是4R36機身 因為有星期日 剛才星期日還是紅色的 200米防水性能 說得有防水性能手錶 當然是有夜光 有SACO LumiBright的夜光 指針小時刻度 單向旋轉的圓點 也有夜光 這隻錶是45mm 標競 大約7吋的手腕 因為學型的設計 錶儀的錶儀是48mm 也不會比頭大 Reference Summer 給大家看看 Caliber 也寫著 4R36 看完王者之龜之後 還有另一隻龜 這隻是綠龜 42mm 標徑 12mm 後也挺薄的 說得綠龜 所以它的圈是雙向旋轉的指南針圈 我之前也有影片介紹過 如何使用指南針圈 所以在這裡不多說了 綠龜跟探險有關 所以它的底部 看到有很多救援的圖案 大家也可以看看 有Yes No 總之被你流落荒島的時候 在沙灘做一些大型的圖案 讓上面經過的飛機看到 就可以救你了 所以這隻不是潛水的手錶 不過也有200米的防水性能 其實跟剛才那隻Peddy版本是一樣的 亦給大家看看 機身這隻無星旗 所以是4R35 兩隻錶看過Reference Summer 都是差不多時期推出的手錶 這兩隻都頗吸引 為甚麼?右邊那隻其實我自己有的 當然是吸引 左邊這隻就沒有 看到定價是4000多港元 Peddy版本是4900元 看到它寫著 金龜是4300多 如果大家對這錶有興趣 也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的士論坊 剛才開始也說 這些錶有大優惠 甚麼是大優惠呢 總之大那頭網上 就免得說得那麼明白 總之有興趣 就自己去西九龍中心看一看 總之大家應該滿意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拍片 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很大推動力 新錶我喜歡介紹 看到性價比高 優惠有多的手錶 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Bye Bye 嗨